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巅峰时刻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舞台震撼 Lady Gaga Bad Romance怪奇的爱情 二流行革命 凯蒂 佩瑞 Roll 好出自我 三情感宣言 泰勒 斯威夫特 You belong with me 格窗的心声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舞台震撼 Lady Gaga Bad Romance怪奇的爱情 在探讨Lady Gaga的Bad Romance 这首歌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 而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一次对于爱情异化的深刻探讨 Lady Gaga 这位来自未来的音乐女巫 用她独特的方式 将怪奇与华丽融合 创造出了一个让人 无法忽视的音乐现象 首先 让我们谈谈 Bad Romance的音乐视频 这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视频 这是一部短片 一个故事 一场梦也 Lady Gaga 在这里扮演了一个 被拍卖的爱情奴隶 这个设定本身就充满了 对于现代爱情观的讽刺 她用这种超现实的方式 挑战了我们 对于爱情的传统认知 将爱情的怪奇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歌曲本身 从旋律到歌词 都充满了对于爱情的深刻反思 I want your love and I want your revenge you and me could write a bad romance 这句歌词 既是对爱情的渴望 也是对爱情中不可避免的痛苦 和复仇的接受 Lady Gaga 在这首歌中 不仅仅是在谈论一段爱情 更是在谈论 人类情感中的矛盾与挣扎 当然 我们不能不提到 bad romance的舞蹈 那些奇异的舞步 配合上Lady Gaga 特有的风格 创造出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视觉效果 这些舞蹈 不仅仅是舞蹈 它们是故事的一部分 是情感的表达 是Lady Gaga 对于这个怪奇爱情故事的诠释 总的来说 bad romance不仅仅是一首歌 它是一次对于爱情 对于人性 对于社会的深刻反思 Lady Gaga 用它独特的方式 将这一切展现给了我们 让我们在震撼的同时 也不得不思考 而这 也许正是它 想要达到的效果 在这个怪奇的爱情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社会 看到了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革命 凯蒂 佩瑞 Rore 吼出自我 在流行音乐的浩瀚宇宙中 凯蒂 佩瑞 KT Perry The Roar 犹如一颗闪耀的恒星 不仅照亮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 更在2013年 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流行革命 今天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顾这首歌曲 如何以其独特的魅力 吼出了自我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凯蒂 佩瑞 并非是第一位 在音乐中 探索自我肯定 和力量主题的艺术家 但她通过Rore 这首歌 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将这一主题 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这首歌 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它更是一次心灵的觉醒 一次对自我力量的宣言 Rore的旋律朗朗上口 节奏欢快 但最吸引人的 莫过于 其歌词中 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凯蒂 佩瑞 用她那充满力量的嗓音 唱出了 从困境中挣脱出来 找到自己声音的故事 她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能力 面对挑战 勇敢地站出来 像狮子一样 吼出自己的存在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 这是一次心灵的革命 是对那些曾经 感到无助和沉默的人们的 一次鼓舞 而且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 凯蒂 佩瑞在Rore的音乐录影带中 以一种幽默 而又不识深意的方式 展现了这一主题 她化身为一位 在丛林中迷失方向 但最终找到自我力量 成为丛林之王的女英雄 这不仅仅是对Rore 这首歌的完美诠释 也是对所有人的一种鼓励 无论你身处和地 都有能力成为 自己生活的主宰 在流行音乐的历史长河中 Rore 犹如一股清新的泉水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勇敢地面对生活 找到并吼出自己的声音 凯蒂 佩瑞用她的音乐 告诉我们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真理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只要勇敢地站出来 就能像狮子一样 吼出自己的存在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放声吼叫 用Rore的力量 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 那场流行革命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宣言 泰勒 斯维夫特 You belong with me 格窗的新生 在探索现代情感宣言的奥秘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 泰勒 斯维夫特 Taylor Swift 的You belong with me 这首歌 它不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更是一段跨越窗户的浪漫史诗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而幽默的方式 深入探讨这首歌背后的情感故事 首先 想象一下 你穿着睡衣 站在自己的窗前 手里拿着一块写着我爱你的纸牌 而你暗恋的对象 就住在街对面 这不仅是青春期的标配情节 也几乎是每个人心中 都有的一段美好 而又尴尬的回忆 泰勒 斯维夫特用 You belong with me 完美地捕捉了这种情感 让所有听众 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共鸣 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林家女孩 暗恋着校园足球明星的故事 而这位明星的女友 却是典型的高中坏女孩 泰勒以她的歌词 巧妙地描绘了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 让人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青涩岁月 她唱道 你在和你的女朋友吵架 我在我的房间里 这么晚了 还在想你 这简直就是青春期爱慕中的绝望 和无助的完美写照 但是 这首歌不仅仅是关于青涩的暗恋 它还传达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信息 真正的爱情是基于理解和共鸣 而不是表面的光鲜亮丽 泰勒在歌曲中反复强调 你属于我 这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宣言 也是对真实自我和真诚情感的肯定 在音乐视频中 泰勒扮演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林家女孩 另一个是高中坏女孩 这种对比 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层次 也让人们看到了 不同人格下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表达 最终 当林家女孩在学校舞会上 获得了她新衣男孩的青睐时 我们不禁为这场跨越窗户的爱情故事 欢呼雀跃 总之 You belong with me 以其独特的情感视角和生动的叙述 成为了一首跨时代的情感宣言 它不仅让我们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看似复杂的世界里 真诚和理解 才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窗前 手里拿着那块写张 我爱你的纸牌时 记得 你的故事也许就是下一首 You belong with me 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的观点 这些流行歌曲不仅仅是娱乐的产物 它们是我们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 Lady Gaga的Bad Romance 用它独特的方式挑战了我们对爱情的传统观念 凯蒂 佩瑞的Rore 激励人们 勇敢面对生活 泰勒 斯维夫特的 You belong with me 让我们回忆起青春期的情感纠葛 这些歌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一种对社会和人类情感的探讨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理解 你们认为 这些歌曲在我们的文化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期待着听到你们的声音 让我们一起讨论和分享 探索这些音乐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 谢谢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